在你身边有同性恋的朋友吗?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彭 我的频道是讲关于中文和中国的生活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LGBT LGBT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者 还有跨性别者 他们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在中国,大家知道的一般是同性恋 意思是指跟自己同样性别的人恋爱 在全世界大概有31个国家 已经在法律上允许同性婚姻 但是在中国,目前还没有通过这样的法律 那是不是在中国禁止同性恋呢? 不是,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是两码事 中国不支持同性恋婚姻 在中国的婚姻法中,只有一男一女才能结婚 同性是不能结婚的 但是中国并不禁止同性恋 只是你谈你的恋爱我不管 只是我不会给你爸结婚证 那么中国人是怎么看待同性恋的呢? 对于大多数异性恋的人来说 同性恋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 而且大多数异性恋的人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 对同性恋还是敬而远之 我知道可能有人要说同性恋是别人的自由 是别人的基因决定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在这个社会里确实是这样 可能在网络上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还要高一些 大家反正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 但是我们身边很少能看到一个同性恋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身边刚好没有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因为同性恋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或者说接受度并不高 如果公开自己是同性恋的话 肯定会受到来自周围人的异样的眼光 或者来自亲戚朋友的压力 所以迫于这种环境和压力 才让这些同性恋把自己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有时候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某个名人是同性恋什么的 但是在中国一般很少有明星 主动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说某个明星是同性恋 但是你在中国几乎听不到正式的官方声明 也许是明星担心公开以后 会对自己的事业造成影响 因为他们也知道在中国 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一旦公开之后 肯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有看法 甚至自己要承受一些网络暴力也不一定 不过在网络上是有一些跨性别者的 一些网红 网络直播上也能看到一些跨性别者 这可能是这个社会的接受程度 正在逐渐变高的表现吧 就是大家发现有这么一个群体 并且习惯他们的存在 当然肯定有接受不了的 有骂的 但是这个接受总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关于同性恋的描述 什么断秀之痞 龙娘之号之类的 可见同性恋这个群体自古就有 说不定古代的接受程度还要高一些 当然这是我瞎猜的 反正我的看法是 这个是受到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的 我喜欢女的 不见得别人就应该喜欢女的 所以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 存在极合理 我反正自己不是同性恋 我身边的朋友目前也没有同性恋的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在你的国家 同性恋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对同性恋的看法又是什么样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记得帮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期视频 我是鹏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片段 请不吝点赞 percent 参加快乐 这里还让你来试试 看看 by bwd6